1月10日是农历节气三九的第二天 青海西宁的天空飘起了雪花 最低气温已近零下15摄氏度 然而在西宁熊猫馆的四只国宝大熊猫们却生活得十分惬意 他们在雪中嬉戏打闹 迥态百出 西宁熊猫馆2019年6月开馆 迎来了核心 圆满 奇果 以及双心四只大熊猫的进驻 不仅吸粉无数 更是深受国内外朋友的关注 十至冬日 四只大熊猫将度过在青藏高原的首冬 他们将如何过冬吃得好不好 成为了时下粉丝们最关心的话题 大熊猫呢 它其实是非常喜欢冬天的 尤其是就是它的这个皮毛大衣 大家也能看到熊皮大衣是非常的厚 它在冬天的耐寒程度也是非常的高 相对几个季节来说的话 冬天其实是我们大熊猫最喜欢的一个季节 如雨节向记者介绍 为了让大熊猫们能在西宁度过一个舒适愉快的冬天 西宁熊猫馆在每个室内场馆都安装了空调 室内温度始终保持在17摄氏度左右 饲养员会根据当日实际温度 对四只大熊猫进行室内外活动空间的切换 从而满足它们在不同气候条件下 对室内外温度的需求 我们在这个冬天主要为四只大熊猫做了环境上的一些温度上面的测试 来时刻监测它们的温度 然后进行室内室外的场馆的切换 如果温度就是低于零下12度这个界线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要转移到室内了 然后除此以外的话 巷员还会为它们准备非常多的食物 以备它们储存这个皮下脂肪 因为它们平常的日常消耗量也非常的大 活动量也很大 所以说它们现在冬天主要是以吃竹子为主 然后同时加有这个自制的窝头 还有苹果这些腐蚀来充分补充它们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 徐小姐 西津熊猫馆还为大熊猫们准备了特别的丰容玩具 饲养员还会通过钓猫 堆雪人等游戏环节 调动它们的积极性 让它们充分享受高原冬季的欢乐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